公车行驶在淡水关海路 前方一名女子骑着马横跃马路 接着公车转弯 画面突然用力晃了一下 碰的一声 马匹翻了一圈 重重摔在地上 女骑尸也跌落地面 放慢速度看 公车转弯有内轮差 车尾就这样 从马屁股用力撞了上去 马儿被这么一撞 颈椎当场断裂 奄奄一袭 马场员工赶到现场 决定让马安乐死 这匹马叫做古斯塔夫 要价200多万 今年17岁 女骑师蒋家颖 则是马场负责人的女儿 脸书经常po出 跟古斯塔夫的合照 感情非常要好 也曾荣获多场 马术比赛奖项 去年群运会 古斯塔夫轻松跨越障碍 现场一阵欢呼 让其在马背上的蒋家颖 感到无比荣耀 没想到陪伴自己 多年的马儿 竟会遭复意外 他动都不动就抱在那里 因为当下也都傻在那里了 然后眼泪一直掉 你马儿跟他相处了 过去几年 29年 等于是陪他长大的 虽然目前并没有明文规定 马不能在路上行走 但女骑师的疏忽 加上公车司机的不小心 让无辜的马儿 丢了性命 这些一同征战比赛的画面 一成追忆 记者薛薛华 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